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觉得中国的很多艺术 不光是语言类艺术 都是特别多元化的 打个收音机你可以听中国音乐 就是欧美音乐 什么俄罗斯音乐 语言类节目也一样 脱口秀当然觉得是博来品了 它跟中国单口相声不一样 单口相声也好 对口相声也好 经常是在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 但是脱口秀是演员在上面讲自己的故事 讲自己觉得什么东西有意思 他不会去扮演另外一个角色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另外一个是透口秀比方讲究个性 你一定要讲的跟别人不一样 如果你跟别人一样 你不是在抄段子 就是在模仿别人风格 你基本上你这个职业生涯 就差不多完蛋了 最起码生命是非常差 但相声呢 师承关系很强 你可以讲传统相声 你也可以讲别人的段子 这都是可以的 而且是从小他都有培训 那个师父告诉你 你说这个字的时候 观众会笑 有的时候小孩都不明白 为什么要说那个字 所以他不一定完全理解 这个包袱是什么意思 但脱口秀演员呢 他这包袱都得他自己写 所以你肯定得明白 这个包袱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是脱口秀演员可能是在思维 逻辑观察上边 还得有更多的训练 主要标准还是一个是看观众反应 另外一个看你这个段子技巧 还有你的观点是不是够新颖 这个也没有绝对标准 其实是挺主观的一个件事 我百分之百是努力更重要 有些人是有天赋 但天赋确实撑不了多长时间 就每个人都有天赋 只不过是你现在固有的天赋 或者固有的这种幽默感 有可能是不被其他人接受 所以你得靠后天努力 打磨出一种让别人能够接受的幽默形式 这个是靠后天努力的 所以后天努力还是特别重要 更重要的 有几个因素 一个就是城镇人口怎么增加 年轻人也是想找一些新的娱乐形式 也可能是因为固有秀没有事成关系 大家都是干从其他行业转播的 所以他们在讲自己经历的时候 更容易让人产生共鸣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我感觉也是可能竞争的品类相对少一点 我就感觉你想今年夏天就没有什么特别火的电影 也没有爆款电影 爆款的剧也相当少 所以大家能看的娱乐活动确实不多 所以我就一个劲跟别人宣传 是中国是全世界做脱口秀最好的国家 尤其是作为新演员 新演员机会多 你看在中国经常讲个半年一年 已经上节目当编剧 你在美国你得花八年十年 你才能做到同样的水平 因为它竞争确实太激烈了 另外一个就是 你在美国讲脱口秀 你得跟四大体育竞争 跟电影竞争 跟电视剧竞争 在中国竞争的对手相对少一点 所以脱口秀确实的市场是特别好 看他们想走多远呢 真的 因为脱口秀在国内是太新了 但是如果你借鉴美国的经验的话 其实脱口秀演员很多人后来也成了主持人 或者是影视剧演员 编剧导演 这都可以做 所以能做的东西非常多 我觉得现在发展是特别好 真是 意想不到的好 因为我在这也是做了好多年 哪怕在17年你说 中国再过个三四年 能发展这么火 我可能都不会相信 发展确实很快 为它发展方向 我觉得还是应该更多元化一点 就有更多的综艺节目 更多用脱口秀逻辑来写的一些情景剧 或者是喜剧电影 应该多有一些脱口秀类的产品 我看了很多人30还没力 很多人四五十岁吧 还是挺困惑的 但有些人30岁已经看透了 我觉得这个年龄划分也不是那么轻 但对我个人来讲 其实不管你在哪个年龄段 你只要是往前还有一个目标 每天能够在生活里边找一些灵感 就可以了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